那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叫微度 那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的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微度的一个性能 那微度是其实我们这个联合公关团队 应该是可以称之为全战自主创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 那它在多个微度上实现了这个技术的突破 包括它可以模拟真实的物理世界 可以具有这个想象力 可以理解多镜头的语言 不再是简单的镜头的一个推拉 它也可以生成一键生成长达16秒的视频 在未来的话我们还会进一步地突破这个长度 同时的话它在这个人物和场景时间的一致性保持上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最后也可以理解我们的中国元素